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日本正在展开众议院选举 这次的众议院选举一共有小区选票289席和比例代表选票176席 一共就是465席 现在执政的自民党如果想要单独执政的话 他就必须在众议院里面的席位过半数 也就是要超过233席 在选举之前 自民党在众议院里面有247席是过半数的 所以自民党是可以单独执政的 这次日本众议院选举的最后结果还没有出来 但基本上可以肯定自民党在选举中大败 众议院的席位过半数是不太可能了 这样一来自民党就失去了单独执政的资格 不得不跟其他政党联合执政 这样对自民党的打击当然是非常大 刚上任不久的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石破茂 也有可能因此而辞职 其实呢石破茂刚当选之后就有很多人对他不满 不满的因素之一就是石破茂不够鹰派不够强硬 所以石破茂下台的话 那换一个日本新首相 那必然要是一个更加鹰派 更加强硬的 日本和中国的对抗色彩就更加浓了 说到这里啊 就不得不说一下日本的国家战略 很多中国人对日本的国家战略很不理解 往往会站在中国的角度去看待日本 这样就会造成很大的误解误判 所以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日本是怎么考虑他们的国家战略的 一个国家的战略 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地理特征 中国和日本的地理特征相差极大 所以中国和日本的战略思想也完全不同 中国是一个国土广大资源丰富的国家 中国的粮食矿产资源基本上都是可以自己的 现在中国的石油三分之二依赖进口 粮食三分之一左右依赖进口 当然现在中国是一个比较奢侈的利用资源的办法 如果中国人节一缩食 大家不要开车去坐公交车 不要吃海鲜 吃一点粗茶淡饭 那么中国的石油粮食也是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 所以从战略的角度来说 中国是有独立生存空间的 可以不需要依赖他国自己单独存活下去 而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瓶瘠的国家 日本百分之九十八的石油是依赖进口 粮食的三分之二是依赖进口 所以日本人即使是节一缩食 也没有办法实现粮食和石油的自给自足 所以说日本在粮食和矿产方面都完全依赖进口 依赖他国的资源才能生存下去 这样从战略的角度来说 日本是没有独立生存空间的 它对外国的依赖性是很大的 也正因为如此 日本人就有一种中国人难以体会的危机意识 就是感到如果哪一天其他国家不卖给日本石油了 不卖给日本粮食了 那么日本人怎么活下去呢 因此中国人的国防概念相对比较简单 只要中国军队能够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 抵御外籍的入侵 那么中国的安全就有保证了 可是日本就完全不一样了 日本军队仅仅是保卫日本的领土完整 日本的安全仍然不能得到保证 日本还需要可以保证从其他国家得到石油这些战略资源 同时还要保证这些战略资源可以安全的运送到日本 所以日本的国防概念就不是局限于日本本土 它还要远深到海外 如果中东的产油国被日本的敌对国家占领了 那几乎就等于占领日本了 因为日本没有石油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所以日本的国防它是需要延伸到海外的 而正因为它的国防范围特别大 所以按理说日本是要支付一个非常庞大的国防费用 所幸的是现在美国承担了日本的保护国 所以日本也就不需要乘付巨额的军事费用 靠美国的保护就可以了 这样对日本的经济起飞也是有极大的意义 他们不用在国防上花那么多钱了 那么从战略上来说 中国的安全系数和战争中的生存能力 都是远远高于日本的 所以中日如果开战的话 中国取胜的系数应该是比较大的 但是战争的胜利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 日本虽然在地利上大大的吃亏 所以日本就试图用人和来弥补 日本人的精神团结 工匠精神这些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给日本 那个恶劣的自然条件给逼出来的 所以日本在团结集体奉献方面 是比中国强很多 所以真和日本打起来 中国人想打赢也不那么容易 二战之后 日本进入美国的势力范围 中国大陆进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 日本和中国大陆是没有来往 没有联系的 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 北京的国防战略有多次重大变化 1950年中枢密业时期 那时候北京的战略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 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和苏联共同来保卫共产国际主义阵营 那么到了1960年代 中苏关系破裂之后 北京的战略就变为抵御苏联入侵为主 当时中国为了防范苏联入侵的战略 给中国经济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那时候为了抵御苏联入侵 中国人搞什么深挖洞广机梁 勒紧裤腰带去造武器 而在同一个时代 日本在美国的保护下 不需要搞自己的国防 可以一心一意的搞经济建设 也就实现了日本的经济起飞 到了1970年代以后 中国也感到单靠自己的力量 和苏联对抗太吃力了 所以他就转向和西方国家 联合共同对抗苏联 那时候西方国家也巴不得 共产主义阵营多出几个叛徒 所以在共同对抗苏联的背景下 西方国家也开始向中国提供贷款 输出他们的先进技术给中国 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 但是西方国家仍然不愿意向中国 出售高科技的武器 苏联瓦解之后 俄罗斯成了中国最大的先进武器出国 卖给中国军队先进的飞机潜艇军舰导弹等等 以前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死地苏联 现在居然成了中国军队先进武器的提供者 真可谓世界格局变化莫测 此一时彼一时 而现在习近平的国家战略 基本上就是要大国崛起 要对抗美国 而且是要在军事上和美国进行全面的抗衡 前面提到中国军队是以打地面战争为基本思想 陆军为主 而日本军队它为了保卫海上运输线 生命线 所以日本海军历来都是日本军队的重点 那么现在中国海军的崛起 造军舰像下饺子一样 就让日本感到一种极大的威胁 现在中国海军的扩张速度已经超过了美国 不仅是让美国感到心惊肉跳 也是让日本人感到心惊肉跳 因为这个海上运输线是日本的生命线 一旦这个海上运输线被切断 日本就要亡国了 过去日本一直是靠美国来保护它的海上运输线 一旦中国的海军失利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海军的话 就可以逼迫美国不得不退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回防美国的本土 这样日本就不能再依靠美国来保卫它的海上交通生命线 那到了这个时候的话 那日本该怎么办呢 所以日本其实就面临两个选择 这也是日本对外政策的根本点 第一个选择就是跟中国搞好关系 实在不行就当中国的小弟跟着中国走 转向靠中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 在过去20年前持这种想法的日本人还是不少 当时日本的亲中派很多 但现在日本的亲中派急剧减少 这个主要也是中国反日教育所造成的 在中国的电视台不停的播放抗日神剧 那让日本人看了之后就感到 中国人是永远不可能原谅日本的侵略 那么日本也只剩下抗中这么一条路了 日本的第二个选择呢 就是想办法不让中国崛起 这样就不会出现中国强大之后 威胁到日本的国家安全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现在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点 基本上就是定调为不让中国崛起战略 这一点就和美国就不谋而合了 所以日本就特别配合美国来围堵中国 很多人不理解日本对外战略 以为日本配合美国是为了讨好美国 要干当美国的马迁族 是为美国去冲锋陷阵 新华社就曾经发表过文章说 日本干当美国马迁族极为可悲 其实说 预期说日本干当美国的马迁族 不如说是日本想把美国拉到亚洲来 共同来围堵中国 在2020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他自己透露说 在2016年他曾经与当时还没有就任的 美国总统川普会面 是他说服了川普要对抗中国 安倍对川普说 中国用了30年的时间增加了40倍的国防经费 除了他们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速度 川普听了之后就露出惊讶的表情 安倍还透露说 他就拿出来中国和东亚的形式图表来说服川普 安倍与中国的潜艇数量举例说 这些潜艇目标就是西太平洋地区活动的美国第七舰队 而且这不仅是日本要面对的问题 也是美国要面对的问题 安倍说 川普在听了他的这一番话之后 就下决心要对抗中国 那么看了我上面说的这些话 就可以理解 安倍为什么要去说服川普要对抗中国了 因为从日本的对外战略来说 日本更想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上面说了 日本特别想遏制中国 倒也不是因为日本民族性特别想要对外侵略 而是日本的国家地理环境所造成的 因为日本国防的概念 它不仅仅是保护自己国家的领土 它还要保卫海外的原材料供应基地 还要保卫海外的海上运输线 只要海上运输线被切断 日本这个国家等于就亡国了 所以现在日本是依靠美国保护它的海上运输线 但现在美国又遇到了中国崛起的挑战 这也给日本的国家安全带来深刻的影响 过去曾有不少日本人认为 日本可以和中国搞好关系 甚至可以转过来依靠中国来保护日本的海上运输线 但是现在中国的反日教育 就让日本的亲中派彻底失去了市场 在日本已经形成一种观念 就是说中国永远不会原谅日本了 最近日本的儿童在深圳被中国人刺杀 就让日本人更加坚信 中国人是永远不会原谅日本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遏制中国 不让中国崛起 所以日本是比美国更想遏制中国 所以不要误解以为日本是配合美国来对抗中国 是甘当美国的马前卒 而且看懂了日本的对外战略就可以明白 不仅今后中美关系是无法调和的 中日关系也是无法调和的 而且在台湾问题上 日本会比美国走得更远 这次日本大选自民党大败 结果就是要让日本的对外政策变得更加强硬 更加右倾 北京的敌人就更多更强硬了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